之前的投票,公路篇一嗓子最多,安排 今天暗论的全要首发,带来1979年的高峰公路惊悚篇 吓破胆,汪女郎在里面可用精彩贡献 既然是公路篇嘛,那一定就是从公路上开始的 在一个阳光和须的午后,五个小年轻,三个女孩,两个男孩 开着两辆车来家区Happy 还没开多远呢,前面的车就爆胎了 等后车赶到的时候,爱丽的男友已经等不及 去前面的加油站找人打气了 这里提嘴啊,发了豆瓣和MDB的评论 一水的夸赞本篇的卡斯颜值高 不过他们漏了一点,那就是除了高颜之外 身材也是刚刚的 该来到那个男友法克的视角了 推着梅西的轮胎,还真给他找到了一个加油站 破坏破啊,看着还有人打扫的样子 他喊了几声,后屋传来了女人的闷哼 他好奇地开门去看,是一个女人躺在那里哼哼的 接着,就是本篇的第一个嗨点了 提醒一下,前方高能 不得不说,导演对于恐怖氛围的把控 简直就是登峰造极 法克抄起一根铁棍去破门 捣出一个窟窿后伸手进去 好家伙,直接被人锁死 周围一片全魔乱舞 闺门门地打开,里面的器皿朝他飞来 屋里顿时尖叫不断 东西砸完了,剩下一把匕首 在法克进口到极点的眼神里 修了一下飞来 结束这一波小高潮的,是那根掉落的铁棍 接下来的音效堪称完美 简直就是踩着点来的 好了,该回到剩下的四个小伙伴了 再去找法克的路上 一旁的广告牌上写着 迷失的谢特绿洲,西部博物馆,私营里 小伙马德好奇心顿起,想着顺路去逛一下 鬼鱼的事,法克的轮胎就躺在路边 看样子他也是往这条小路走的 那行了,一路往西 来到一个老景点模样的地方 吉普一下子牙了火 看到马德没有头去的时候 车灯还爆了 完了,他是会开不会休的人 艾琳不想再等了 诶,没一会儿 他就在那边大喊 发现天堂了 两个女孩好奇地跑去一看 乖乖,好美的一个破步 燥热奶奶的艾琳就想进去爽一把 乖乖女莫莉提醒她没带泳衣呢 镜头一转 三个女孩都经不住凉爽的诱惑 跳了下去 他们是爽了 可是有一个人影 悄悄地出现在了草丛后面 默默地欣赏眼前的美景 莫莉似乎察觉到了不妙 只勾勾地看向岸边 一双男人的脚 缓步走来 是一个中年大哥 他面对笑容地问候三个女孩 看样子不像是个坏人 他倒也没客气 坐下来就是一顿坎 他是这个地方的老板 谢特 以前每天都能来几十个客人 游泳可是要收75美分的 直到 政府修通了新高速 这个地方就被人们淡忘了 真是白白浪费了这样一个世外桃源 来眼界的女孩 侯莉就顺势跟她打听 也没有见到她们的朋友法克 谢特说 几个礼拜都没见到活人 她话锋一转 劝她们最好在天黑前离开 因为 这里到处都是水蛇 见女孩们都吓坏了 她才得意地大笑走开 女孩们收拾停当 边调侃边往回走 艾琳打气道 那会不会是个变态 专门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挑最漂亮的女孩下手 意外的是 谢特已经在那里等大家伙呢 她热情地提议 可以去她家里拿一下工具来修车 还能免费附赠凉爽的啤酒 这个诱惑太大了 没人会否决 谢特博物馆到了 看着很破旧的样子 里面堆满了各种稀奇古高的玩意儿 还有几个仿真度很高的人体蜡像 喝着爽口的啤酒 谢特得意地介绍 这些蜡像都是她弟弟大卫做的 不过她后来去了城里 她最拿手的蜡像 还装了机械和电动机 把所有人都吓得够呛 艾琳从窗口看到了对面有一栋房子 谢特故作神秘地表示 早就没人住了 她准备和马德去修车 临走前 她警告女孩们不要乱跑 这种荒郊野外 真是恶狼出没的好地方 莫里拿起电话一听 果然是坏的 艾琳的好奇心大起 觉得对面肯定藏着什么古怪 两个女孩都劝不动她 只能任由她去了 穿过那幽暗的篱笆路 艾琳隐约听到 房子里有人在聊天 她喊了几下也没人来开门 就壮起胆子走进去 好家伙 那是两座更为逼真的蜡像 突然 有人在喊她的名字 难道是法克 顺着声响 她来到了里屋 房间里全是蜡像 那个笑容也太灵异了 她自顾自地拿起了一条丝巾 带了上去 好家伙 面具男法力无边啊 常人根本就不是对手 而待在屋里的两个女孩 毫不知情 早有兴致地 欣赏起了一个蜡像 莫莉好奇地用手去摸 哎哟 怎么像真人呢 两人惊吓得连连后退 对面的房子又传来了动静 谢藤英拿出了啤酒 她边喝边聊起了妻子 那个年纪轻轻 就患病去世的可怜女人 说了动情术 也不禁善了一下 突然 她想到了什么 艾琳去哪里了 得到回答后 她匆忙抄起手电 就去了对面 提特图路一顿小跑 可还是晚了 艾琳已经被做成了蜡像 屋里的女孩都是一脸懵圈 完全不知道姐妹已经归西 还在那有自有微地看相册 除了兄弟俩的照片 还有一张女人的怎么那么眼熟 一开灯 好家伙 不就是那个蜡像吗 令人毛骨损然的是 切特没有否认 这是她能想到的 永久保持妻子荣耀的办法 她说没找到艾琳 或许是去找马德了吧 等她走后 侯丽觉得不靠谱 明明艾琳是往后面走的 她拉上了莫莉 摸黑出了门 诶 房子里还真有艾琳和法克的声音 这两人真不地道 去吓唬一下他们 莫莉胆小不敢去 侯丽就一个人爬上了二楼 钻了进去 不得了 一屋子的蜡像 肯定躲在里面 这里有点黑 我快点带过 面具男一路尾碎侯丽 来到了标本市 艾琳是你吗? 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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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具男伸手过去 猴莉摸到了一只假手 一身闷横下 她坚然地爬起 可还是没能抵挡住面具男的威力 四面八方的模特向她倒下 等她从昏厥力进来 一眼就看到了马德和一个女孩 原来她们都没有隔壁 而是被面具男 也就是谢特的封弟弟 大卫 关在了地下室 说话间 大卫一身燕尾服下来了 她兴奋地告诉大家伙 将要开一个派对 并强迫猴莉喝了一杯 就在两人面前 开始给那个女孩做真人道魔 猴莉不忍心再看 把头扁了过去 不然 马德猛地扑来 原来她刚刚一直在咬绳子 不过她也太若即了 在强壮的大卫面前 一招就败了 被掐得喘不过气来 大卫开始最新制作 填索的钥匙掉了下来 马德努力去够 好不容易够到了吧 钥匙又自动往回撤 大卫的念力又发作了 两人完全不是对手 这一边 久久等不来姐妹的莫莉 撞起胆子往这边走来 她好像听到有人在喊她的名字 硬有头 哦呦 大卫又换了一副打扮 一路撵着她不放 莫莉弱小的身躯 小雨球爆发 翻过了铁丝网 跳过了小溪 甩掉了水车 来到了马路上 后面灯光照来 是谢特 莫莉不知道啊 毫无防备地上了她的车 谢特直接就挑明了 那个面具呢就是她的兄弟 她不会害人的 现在要做的 就是回家把她抓起来 来到博物馆 她把枪交给莫莉 如果看到有人过来就开枪 她去里面打开喇叭 吸引弟弟过来 令人生意的是 她进去后 就好像消失了一般 莫莉惊慌地在门外跺脚 大卫从黑暗里走来 莫莉听到了声音 抬枪变射 可好像没能伤到她 再来一枪 还是没用 一个枪头上去 面具破碎 好家伙 竟然是谢特 莫莉被吓破了胆 一路疯跑到了那个池塘里 眼看一道阴影在靠近 她只能站得进去 地下室里 两个幸存的小年轻还在自救 猴莉找到了一根锯条 她的脚尖勾到后 踢给了马德 有希望 楼上的餐厅里 一场诡异的晚餐开始了 根本就没什么弟弟大卫 一直就是谢特在一人分食两绝 她用念力控制爱莲的蜡像 有模有用地聊天吃饭 只不过蜡像有点不牢固 等莫莉醒来的时候 眼前是一个慈祥的夫人 她安慰着莫莉 为水给她喝 地下室的马德已经成功了 她就帮猴莉截了绑 两人捏手捏脚的上楼 谢特正坐在客厅里玩娃娃 马德不小心碰到了什么东西 还正跟两人混了过去 可门窗紧闭 马德怎么也打不开 谢特还是来了 她吓得破窗而出 一路逃往了林子 趁着谢特去了这一边 猴莉也赶紧跳了下来 一顿风跑后 她累得不行 探倒在了草地上 谢特故具从事 假扮好人来抱走了她 把她放到床上后 假装去拿药箱 怎么等不来她 猴莉疑惑地下了床 猛然间 所有的灯光开启 蜡像们纷纷动了起来 在谢特的控制下 真实的子弹飞向了猴莉 子弹打完就用斧子和匕首 猴莉还是没能逃脱 归期的命运 搞定这一个 谢特想到了楼上 还有一个女孩呢 莫莉 把她抱到了标本室 脱掉了面具 在一片灵异的BGM里 莫莉缓缓醒来 看到眼前惊恐一幕 她想要爬着逃走 对眼前的猎物 谢特自有打算 莫莉长得特别像她 顽固的妻子 在她友好的问候下 莫莉被迫告诉她 很快 金芬上头的她 就想起了一切 当年 弟弟大卫和妻子 偷偷地相好 被她发现后 两人都被归室 然后 她就疯了 楼下传来了喊叫 是马德 谢特此刻并没有枪 只能看着她 破蒙而入 莫莉开心地 躲在了她身后 马德竟然已经隔世 是谢特在控制她的身体 完了 莫莉痛苦地捂住脑袋 周围的蜡像 纷纷动了起来 在她怀里的妻子 也好似而活了过来 还有 她所有的朋友 莫莉心一横 就剩下她一个人 跟她拼了 谢特不可思议地 抱住扶饼 一头栽了下去 孩子 比赢结束 这部电影 记得当年第一次看的时候 还是借着叠片 好家伙 笑得我几天做的梦里 全是蜡像 小伙伴们应该能发现 零五版的恐怖蜡像馆 就是借下了这一部的构思 有兴趣的可以出门右拐 看这个影片 虽然在当年 道具做的极其的拙劣 大部分应该就是假人模特 但丝毫不能掩盖 本篇的恐怖效果 最像的是那假人 一个个转过头 下把惊掉的一幕 那令人毛骨悚然的尖笑 看的人那是汗毛掉一地 饰演豪丽的演员 是爱尔兰犹太混血 大美女坦亚罗布茨 她在1985年 和罗吉莫尔 一起出演了007影片 雷挺杀鸡 那标记性的 湛蓝眼瞳和大肠腿 让人很难忘怀 硬盘里还有几部 她饰演的恐怖电影 有兴趣的 一嗓子吧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 影片最后的茉莉 是带着胜利者的微笑 还是已经疯掉了 我是艾伦 一个痴迷的批脸爱好者 孩子 我是雷杰 我们再位 请不吝点赞